羊垃圾手机简陋推荐来了 没错 又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LG 这次的羊垃圾则是在它2020年发布的V60 起售价799美元 而如今海鲜市场仅需600左右就能拿下 从配置来看 采用的是昔日神庸骁龙865 在骁龙8家出来之前 865的企业一直都是骁龙第一体的 放到如今性能也并不过时 主流游戏都能保持高画质流畅 作为600的羊垃圾已经完全足够了 而且LG V60电池意外的很大 5000毫安时和2023旗舰相同 相比之前推荐的LG羊垃圾 续航可以说是大幅提升 而且最值得好评的是 它不仅保留了3.5毫米耳机接口 并且还带有独立的Hi-Fi芯片 不过V60的屏幕放到现在 有点不够看了 都6.8英寸了 居然分辨率只有1080p 而且没有上高刷 不过好在支持100% DCI-P3以及HDR10家 实际显示效果并不差 不过也可以理解 毕竟如果屏幕还高刷2K 我觉得不会600这个价格了 综合来看 即代表性能续航表现还是不错的 屏幕素质也不差 喜欢捡垃圾的小伙伴 可以买来当备用机或者折腾